天天跑不天天开心 今天我们带来四双跑鞋的横屏 分别是标速2.5 Pro 强分SE 飞电3C和惊叹 这期视频主要聚焦于他们在场地上的表现 主要依据来自于我的日常训练和前天跑的四乘一千间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到我的上期视频看我的间歇视频 先说标速2.5 Pro 它是这几双里面最适合场地日常训练 并且兼顾场地竞速的鞋款 首先它全掌的琵琶重底 调教是软弹的取向 反馈非常的迅猛 所以让它在场地的反馈也来得相当迅速 大抵是RPOC钉抓地非常好 包裹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前掌的鞋楦和后掌的跟脚性都没有问题 自领码185克的重量跑起来轻弱无物 它也是这几双里面最适合场地日常训练的鞋款 舒适度和保护型上它是做的最好的 但同时它也不失去场地竞速的属性 我昨天就拿它跑了一个5公里的竞速赛 虽然速度并没有很快 但是也表现出它非常出色的素质 高速2Pro主观评分90分 然后看强风SE 强风SE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双鞋 滚动效率高跑起来很轻松 但是它在场地速性上并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水准 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来自于斜面 它的前掌过于宽了 导致我跑的时候会感觉前掌很空 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力 第二点原因来自于它这个偏厚并且偏硬的中底 再加上偏硬的板材 所以这个中底我不是很难踩透 就无法踩出它澎湃的回弹 所以整体的脚感是比较木的 并且它的重量其实是这几双里面最重的 虽然也不算很重吧 41码220多克 但是比起来就会有一些些重 强风SE主观评分70分 然后我们看飞电3C 它其实是一双非常适合场地的鞋 硬质的中底和较薄的设定 并且硬质的板材 让它都非常适合场地 然后鞋楦包裹各方面都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它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因为我本身是低足弓有比较明显的外翻问题 穿它跑的时候就会感觉那次支撑不够 并且前掌有外高内低的感觉 虽然不影响跑速度 但是跑起来总是没有那么舒适 并且它的脚感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过于硬了 就是相比于金探 它甚至都要更硬一点 飞电3Challenger主观评分80分 最后是金探 金探毫无疑问是这几双里面最劲爆的比赛鞋 皮革中底明显优于飞电3C和强风SE的织方组中底 夸张的碎钉抓地和夸张的前掌上翘 并且刚性很强的碳板 都让它成为了这几双里面最劲爆的存在 当然它也存在问题 一方面是跟3C一样内部的支撑不够 不过它比3C稍微好一点点 没有外高内低的情况出现 并且前掌夸张的上翘和较硬的脚感 让它也不那么适合日常训练 主观评分90分 最后做总结 分类推荐一下这几双鞋 如果你有场地的训练需求 包括但不仅限于速训 并且可以兼顾一部分竞速的话 可以选择标速2.5Pro 强风SE则不推荐给场地间歇 它并没有那么适合场地的间歇 能跑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电3C推荐给非扁平足 并且喜欢偏硬脚感的跑者 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金探则是这几双里面最劲爆的比赛鞋 推荐给有场地竞速需求 可以兼顾一点点场地速训需求的跑者 下一期我们带来国产竞训鞋的回音频 分别是绝乘2 强风SE百六八二和标速2.5Pro